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Zico 3C 科技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些10月份比較重要 而且也值得繼續關注後續發展的科技大使 首先這個月的3C盛世 當然還是蘋果在遲到了一個月之後 終於發表他們今年的第一款旗艦的四支iPhone 因為大家可能都已經非常熟悉規格 然後甚至可能都已經在使用這支手機了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一些發表會開賣日當天的狀況 以及我對這支手機的一些感想好了 其實今年對我來說比較意外的有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我沒有想到今年的排隊人潮 其實跟去年可能是差不多的 那我本來以為就是蘋果在過去一段時間的iPhone首發功 我一直都是非常充足的嘛 然後再加上今年的這個天氣其實並沒有太好 所以我原先以為這個排隊人潮會少一點 但是可能因為武漢飛人的預期心靈 假設你是排中華電信這個電信本市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排到大概100號的排隊人潮 他有機會買到iPhone 12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中華電信今天比較出乎意料的砍掉了頭箱裡這樣 大家可能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會有些人要七早八早的來拍這支iPhone 甚至要可能將近一個禮拜前就露宿在那邊 原因就是因為電信業只會提供這個頭箱 非常好的一些頭箱裡 那其中中華電信就是以往都是給的最大方的一家電信公司 他通常都是在多給這個頭箱的民眾一支額外的全新iPhone 所以等於是買一送一 但今年的中華電信就把這個取消掉了 所以變成所有的排隊民眾都是拿3600塊的購物金這樣子 那至於今年iPhone 12的手賣狀況呢 根據電信業者的資訊 大概在第一個月都還是會持續遇到這個缺貨的情形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呢 因為早期的果粉在入手這個iPhone的時候 他們會傾向挑選比較高階的機型 但蘋果這次在備貨量上 是反過來是iPhone 12給的比iPhone 12 Pro還多不少 所以導致有這個缺貨的狀況 那當然就是藍色的款式 還有iPhone 12 Pro上的太平洋藍色 會是這一次比較缺貨的一個機型 那關於目前先上市的兩款iPhone 也就是iPhone 12跟iPhone 12 Pro 我是有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這樣 第一個就是iPhone 12 Pro 雖然我們看規格會覺得它大概是大於等於iPhone 12的 那很多基本的能力效內都差不多 可是如果大家從規格上面一看 會發現iPhone 12 Pro 雖然只比iPhone 12重了25公克感覺不多 但這25公克呢其實在讓你一拿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明顯覺得iPhone 12是更輕巧的 然後更不用說你長時間去拿這隻手機 那我覺得這是iPhone 12一個 可能比較沒有人注意到它明顯贏過iPhone 12 Pro的地方 那另外呢我個人也覺得iPhone 12這個系列啊 滿有可能會取代iPhone 6s 變成蘋果用戶新一代的這個定制戶手機 可能會用很長的一段時間 因為它擁有了很多這個當代的一些主要的規格 比如說5G啦 然後這個合理的記憶體 以及蘋果目前最好的相機跟這個螢幕的水準這樣 那重點呢它又非常的耐摔喔 在一些數據上顯示呢 它大概是目前最耐摔的一次智慧手機了 所以你大概也不太會因為摔壞的手機 比如說要換iPhone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如果在入手這隻手機的時候呢 可以買更大一點的儲存空間來減少它的使用壽命 除了iPhone我們在十月份還有一家重要的手機品牌 也在台灣市場發表了他們的今年的旗艦手機 就是Google的Pixel 5以及Pixel 4a 5G版 那麼它的大概的功能呢 包括了跟旗艦機相當的相機拍照能力 然後更大的電量 以及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嶄新的玻璃外觀 雖然說呢沒有搭載高通頂規的Snapdragon 865處理器 可是採用了一個中高階的處理器呢 也讓Pixel 5以及4a 5G版呢 降到台幣大概15000到19000塊這個價格的區間 那也搭配一個頂規的相機 然後Google原生的這個Android系統 以及Google更長的第一時間的更新保證呢 我覺得還是讓這款手機在台灣的5G市場呢 有非常好的一個CP值跟競爭力 有些人可能會擔心呢 這個沒有採用頂規的處理器呢 會不會對於它的相機表現有關 因為當代的這個智慧手機呢 其實它的相機表現跟 處理器的品質是非常有關係的 比如說我們看到iPhone SE 2的這個例子呢 就會發現 其實它跟iPhone 8基本上是同一隻手機 一模一樣的手機 但它此時換了一個更新的S3晶片 就讓它的相機拍照水準呢 可以追上這個iPhone 11 不過Google的硬體副總呢 是保證說他們今年的Pixel 5 在相機的綜合表現呢 是一定好過去年的Pixel 4 那麼它一部排除之後呢 Google會再重新繼續使用 這個高通的頂規的800系列處理器 所以我們就在繼續觀察後續的發展 在Pixel 5 及iPhone X的推出之後呢 今年台灣主要的手機品牌呢 都大概推出了自己的5G手機陣容 那如果你在這個時間點想要換機呢 不論有一五一年 大家都會慢慢的開始買到5G手機 那也預估呢 這些電信商呢 在購記綁約的時候呢 肯定都會強制綁定 必須申辦5G之費 終於來說呢 雖然目前的5G手機呢 主要還是以期間手機為主 但是中高階啊 甚至不到15000塊台幣的這些中階的手機呢 也已經開始有5G手機可以挑選了 我自己也蠻意外呢 蘋果在推出他們自己的5G iPhone 的時候呢 居然還在降價喔 雖然是透過砍掉部分配件的方式來達到 但我覺得5G這個趨勢呢 大概已經是一去不回頭了 最後呢我們來分享一些在10月份發生過 而且呢也非常值得關注後續發展的一些大事 那其中一個呢 是美國國會的眾議院呢 正式認定了矽谷的四間巨國公司呢 是有壟斷的行為 那這些公司包括了 蘋果 Google Amazon 跟Facebook 那每一個廠商被認定壟斷的這個理由 也不太一樣喔 像蘋果是因為它的App Store 以及它的iOS呢 存在一個壟斷的狀況 那Google呢當然就是因為它的搜尋引擎啦 然後Android也是一個被認定為壟斷的理由 Amazon的部分呢 是它基本上壟斷了美國的這個電商市場 而且它大於第二名的Walmart是非常非常多 好像有7倍之多 那麼Facebook呢是被覺得有透過一些複製啊 或者是賓購的手段啊去打敗他們壟斷的市場的方式 比如說呢他們賓購IG這件事呢 就被認為是一個妨礙競爭的行為 雖然這件事情的最後發展呢 可能還要經過好幾年的時間才能真正確定下來 不過呢基本上也讓這些矽谷的科技巨頭公司呢 面臨被分菜的危險 像我們就看到Facebook呢 就被點零說必須要把他的IG給分菜出去 或者呢YouTube跟Chrome這些軟體呢 也不能繼續留在Google的旗下 另外一件事情呢是根據GFK的數據呢 三星在9月份的台灣市場的試占率呢 是睽違了好幾個月之後呢 再一次超越了蘋果 然後成為台灣市場的敵力女 那主要呢是藉著他們的Note20 以及Note20 Ultra熱銷的原因 雖然這個情況呢可能是暫時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蘋果在10月份的時候就發表了iPhone12 那預計呢蘋果也是非常有機會呢 在10月份的時候就有iPhone12 再重新回到台灣試占率的這個位置 但是對於Note20這個系列的銷售力道 我們還是感到蠻驚艷的 那GFK這個調原平台呢 其實在這幾年告訴我們蠻多 有趣的關於台灣手機市場的一些態勢 其中第一個就是呢在台灣手機市場呢 基本上呢三星跟蘋果就是最大的兩間公司 他們兩家公司呢大概合計可以加起來有六成 甚至超過六成的市占 那蘋果呢更是長期是這個市占榜上的第一名 另外一件事情呢是對於台灣的用戶來說啊 其實如果你有兩萬或三萬塊的這個預算 想要買旗艦機 大部分的台灣用戶其實都會優先挑選iPhone 那Android的部分呢反而是在入門跟中階級的消脫表現 是好過旗艦機的 那這也是三星呢為什麼在台灣市占會高的原因 然後呢不論你喜不喜歡呢 像是OPPO啦 Vivo 小米這些中國品牌呢 其實這幾年在台灣市場呢都還挺有影響力的 他們呢也都能常態的占到台灣 每個月的手機銷售榜的前五名 以上呢就是十月份的一些科技大使 歡迎大家收看Gio31科技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